这天晚上 小五准备洗完澡去睡觉 突然传来敲门声 是谁呀 这么晚了 还来敲门 咦 门口怎么没有人呢 小五是我 我是三哥呀 快给三哥开开门 咦 怎么那么奇怪 三哥不是去了海神岛修炼吗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模仿三哥 让你开门就开门 怎么这么多废话 我的天呀 这个肯定不是三哥 一定是个坏人 我还是叫我的好朋友 假面骑士过来救救我吧 喂 小五这么晚了 有事吗 假面骑士 我门口有人冒充三哥 是个坏人 可以过来打败他吗 原来是这样 没问题 你先躲起来 我马上就过去 既然还有人敢欺负我的好朋友 系统赶紧给我开启奔启模式 这样过去实在是太慢了 对不起老板 现在大家都不相信光了 也不相信你的存在了 所以你不可以开启喷气模式 怎么会这样 我可是要去救小五呀 难道大家都不想去小五呢 能量恢复 喷气模式开启 就是你要欺负小五 你就不怕我假面骑士的狗头激光模仿 我的妈呀 怎么假面骑士都来了 不是说假面骑士都是假的吗 可恶 我还是快走吧 我最害怕狗头了 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小五已经没事了 比比东已经被我赶走了 太好了 谢谢你 假面骑士 如果还保证了 我一定还可以 怎么能骑士